尊敬的我们 博士 敬中学会 同修 以及 诸位护法 大家六四吉祥 阿弥陀佛 今天 默学 在借这个 共修 这个姻缘呢 来跟大家 借个法缘 也互相鼓励 希望我们 这一生当中 我们能够 医到这个 净土 也能够来 一起念佛 要如何来 珍惜 所谓的 稀有难逢的一天 那我们要好好 抓住 这个 姻缘 尊敬的 最统修 我们 在 佛说 阿弥陀 经里面 大家不知道 有没有去留意到 在 关系的一件事 都是看到我们能够往生净土 不知道有没有去留意大家 你们不是供修之前 念佛之前不是有念弥陀经吗 所以为什么 那个 九摩罗斯大师 把这个经体 改为 佛说 阿弥陀经 说 都是代表 喜业 都是欢喜 佛最欢喜的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这一生能够遇到净土 闻到净土 最欢喜的是什么 你能够往生净土 因为你往生净土等于了生死 那在这一部弥陀经 释迦牟尼佛为我们说明了一件事 他说 生到西方极乐世界 最殊胜无比的是什么 就是 在西方极乐世界 你的宿命是长久的 这个释迦牟尼佛在这一部弥陀经 为我们提出这点问题 你的寿命 跟阿弥陀佛都是一样的 无量寿 就是说 你的寿命 无法去计算了 所以你在西方极乐世界 跟阿弥陀佛学习 那你必定是成佛的 那个是一定的 为什么 因为你的寿命无量 一般大臣经里面不是讲 你需要阿森起结 才能够成佛 但是弥陀经里面告诉我们 你是阿森起结 就是说 无量的阿森起结 从这个 我们可以看到了 从这一部弥陀经 你就会明白 为什么 十方一切诸佛如来 都劝导我们 因为十方一切诸佛国土 一切诸佛岔土 没有这个事情 所以他 死方诸佛如来 在这一部弥陀经 你看 看到六方佛来做证明 证明什么 你要相信 你的寿命很长 你能够成佛 这个就是在佛说 阿弥陀经 为我们启示的 但是大家很少人知道 所以很多人说 哎呀 说面太长 很无聊 这句话不能乱说的 不能用自己的角度 来看佛法 不能用自己的仪痴 来看佛的话 佛所说的经 不能的 所以我们一定要相信 哎 你到西方集的时间 你的寿命无量 为什么不去呢 这边辛辛苦苦的 怎么样保护 怎么样照顾 顶多也一百岁 一百岁过后 你还是要离开这个世界 不管你有大福贵 不管你有辛苦 不管你有多少的财产 你有多高的地位 你还是离不开这个社会 你还是带不走 所以为什么 十方一切诸佛如来 这一部阿弥陀经 劝导我们 你要念佛 那我们要听话 所以 用这个音缘呢 我再跟大家继续来 讲讲 这个 深信净土 事实不对 希望大家能够互相的鼓励 因为在这个环境 我们容易推散 就是说我们的心容易退步 退转 那我们一起聚会 来研究 来学习 来启发我们这个菩提到心 起码将来你在这个社会 你在这个环境 你的人生比任何人更幸福 更快乐 这个就是佛法的用处 不然的话 释迦牟尼佛阿弥陀佛 为什么每一天在西方解的世界 天天都要讲监受法 对我们很大的帮助 所以呢 希望大家好好来用 因为时间不多 一个星期只有一次 顶多也二十分钟 顶多也三十分钟 希望你们 把你的心放在这里 不要胡思乱想 想来想去 想东 想南 想北 你一定要把你的心 把你的眼睛 把你的耳朵 放在我们学习当中 你就获得很大的利益 那为什么要跟大家讲这一段呢 事实不退 就是我们往生西方解的世界的关键 但是事实不退呢 它的关键在哪里 关键在深信 这两个字 你没有深信净土 你那个事实的不退 起不来 为什么需要深信净土 因为现在这个末法时代 尊敬的 这个末法时代 法弱 魔强 很多一些人 谣言 影响 甚至于有些念佛 念了几十年 到最后动摇了 对佛没有信心 不念佛了 很多 不要说你们 连很多法师 到最后 出家人 本来念佛念了几十年 到最后你看 心就变化了 心也动摇了 不念阿弥陀佛了 所以 这个非常的重要 不要让我们的 这个信念 被动摇 因为很多人 现在谣言 哎呀 那个 净土法门 怎么样 怎么样 这个念佛 怎么样 怎么样 这个如何 如何 所以很多人 智慧 没有 容易被动摇了 被动摇了 也随着这个 动摇 谣言 跟着这个谣言 就去走了 好 那首先呢 我们一定要知道 这个深信 这个信 非常重要 我们看下面 首先要跟大家 讲讲的信 这个句 要跟大家 先讲这个字 希望大家好好听 把你们的信 放在这个地方 你看 我们念佛不但 是信心最重要 而且一切法门 都离不开信 这个字 都离不开 释迦牟尼佛讲 经说法 有八万四千法门 都离不开这个信 比如 为什么佛讲经 讲的法 一定要从 如是我闻开始 你看 释迦牟尼佛 我所讲的经 每一部经 经文一开头 必须 一定要从 如是我闻开始 而且这个是 释迦牟尼佛 交代 阿难尊者 以后 节级经典的时候 必须 一定要加上 如是我闻 为什么呢 有没有人知道 这个如是最主要 是讲什么 有没有人知道 为什么每一部经 必须要从 这个如是我闻 开端 一开头 必须要从 这一段经文开始 就是要告诉你们 因为如是 而得 表法 就是讲信 这个字 所以信 是一个 手段 让我们 能够 进入 这个佛法 更深的一层 你不从 信而建立的 你没办法 进入佛法的 释迦牟尼佛 所讲的法 是非常的深刻的 你没有这个 深信 你没办法 进入的 所以必须 一定要从 如是我闻 一开端 那比方说 你看 释迦牟尼佛 在世 阿瑟四王 大家有没有 听过这个 阿瑟四王的故事 有没有呢 有没有 你看阿瑟四王 临终的时候 他的果报 现前 什么果报呢 无间地义的果报 因为他 放过五逆十二 但是阿瑟四王 他的命好 为什么呢 因为他有这个 因缘 遇到了大善事事 就是遇到了 释迦牟尼佛 释迦牟尼佛 劝导他 你现在 写什么法门 都来不及了 你要赶快 念阿弥陀佛 你要赶快 相信阿弥陀佛 你要发愿到 往生西方 其的世界 没想到 阿瑟四王 他相信了 所以临终的那一刻 他发大事愿 我这一生 深信阿弥陀佛 相信西方 其的世界 我这一生 意义 我要往生 西方净土 没想到 因为这个因缘 救了他的命 他本来要 堕在无间地狱的 就是这个因缘呢 救了他的命 那从这个故事 我们来看 谁救了他 他自己啊 佛只是为他 给他一个一条 指一条明灯 指一条明路 关键是他自己 要不要去落实 而自己 谁救了自己呢 就是他的深信 相信这个法门 救了他自己本身 所以他往生 西方净土 他的品位很高 犯了五逆十二的人 本来是无间地狱的 因为临终的那一刻 他往生发大事愿 没想到 往生西方净土 他的中上品的品位 那个很高的品位 那今天我们如果来念佛 那可能品位更高了 你看 连这个阿瑟瑟王 念佛 灵终的那一刻 犯了五逆十二 他品位都这么高 你们怎么能够输给阿瑟瑟王呢 你看你们身体又这么健康 你们也不可能犯了五逆十二 对不对 你看你们的福报这么好 又天天能够在这个地方念佛 你们再能够聚会 我们雪梨你看 连出一个门就很难 真的 你看师父每次要丢垃圾的时候 那些对面隔壁邻居 都看到我就笑我 笑我什么 你看 戴口罩 你看 只是丢垃圾而已 要戴口罩 不然又罚款 所以 从这个角度 我们可以看到了 信这个字 能够帮助一个人 只要你相信佛的话 你就能够得救 你不相信佛的话 随着自己的习气 随着自己的烦恼去造业 那将来果报自己自受了 所以尊敬的主义同修大德 我们看下面 所以佛在华元经 为我们讲得很清楚 非常的清楚了 讲什么呢 你看 信为道元功德母 常养一切诸善法 善跟善法都是一样 所以你的善法 你的善根 从哪里建立起来的 都是从信心而建立的 所以信心是 重道之源 功德之母 若没有信心 一切善法是不能增长的 有深信 一切善法 修行才能增长 一切功德才能拯救 而且最重要的 我们的法身贵命 都是从深信而生起的 今天你够得人生 闻到佛法 从哪里来的 你对三法有相信吗 你过去深中 对三法曾经借过语言 你曾经听过这个法宝 你曾经听过这个佛法 所以你这一生又得人生 得人生又能够闻到佛法 所以今天你能够遇到佛法 能够遇到净土 不是偶尔的 这个世界上没有偶尔的 就是因为你过去深中 中了许许多多的上根 这一生又遇到了 大家一定要知道 一尊佛要出现在这个世界很久 你看那个米勒菩萨 还多长时间才能够出现 五十七亿六百万年 这么长的时间 而且每一尊佛到这个世间 只讲一些事情最主要的 因为它出现 都是因为其他的宗教做不到 如果世界上的宗教能够做得到 佛不会出现在我们这个世间 不会的 而世间的宗教做不到是哪一件事 了生死 他们做不到 因为他们最后的只到天界 他没办法 天界没办法了生死的 没办法超越六道轮回的 佛法才能够带到我们 超越六道轮回 所以尊敬的 你要明白这个道理 你要珍惜 要好好念佛 好我们再看下面 看下面 那念佛的人 首先一定要以信为基本 一定要为信以基本 因为这个是基础 所以偶一大师在弥陀经药节 说得很详细 我现在把它总和起来 分为七种来说法 所以偶一大师 为我们说明 把这个信 讲得很详细 非常详细 所以借这个因缘 跟大家来分享 信有几种 总共有七种 哪七种呢 我们看第一种 是什么 偶一大师告诉我们 你必须要相信 相信谁的话 相信佛的话 信佛言 佛是指谁呢 就是指我们的教主 我们的教主是谁 释迦牟尼佛 而我们的教主 今天教我们念什么 念阿弥陀佛 第一要信的 就是本师释迦牟尼佛 所说的法语 你看我们的教主 他不但没有教我们 念他的名号 而且请我们 赶快念阿弥陀佛 跟其他宗教 是不一样的 其他宗教 你要 首先你必须要相信上帝的 你首先必须要相信的 这个佛教的区别 跟其他宗教都是不一样 首先叫你要相信佛言 你看那个基督教 听主教 你一进入 你就明白了 首先先叫你相信谁 所以你看 释迦牟尼佛 真的大慈大悲 他不叫我们念他的名号 他有没有生气 没有 不到没有生气 固执我们 赶快你赶快念阿弥陀佛 念阿弥陀佛就最好的 这个说明什么呢 说明教我们要互相的赞叹 不要互相基督 你明白吗 那我们人 平平常常犯这个毛病 什么毛病 基督心很大 那我们今天来问问我们自己 我们一天不基督心的 请举手 所以释迦牟尼佛在这个地方 你要念阿弥陀佛 你要听话 你真的要听话 你要老实 我教你怎么念 你跟着怎么念 对你一定有好处的 所以你看下面 佛是怎么说的 佛一生奖金收法49年 你看到佛一生奖金收法49年 而 法会三百以会 结集起来 有经历论三丈 我们应当要遵守 依照佛所说的法 来修行来念佛 这个我们必须要知道的 你看佛讲经了49年 整部大藏经 从经历论 大部分的 就是教我们修什么 教我们修念这句阿弥陀佛 那为什么释迦摩尼佛 教我们念阿弥陀佛 因为释迦摩尼佛本身 也是成佛念阿弥陀佛的 所以我过去 跟着悟行法师 去了很多国家 我以前 疫情之前 我跟悟行法师到美国 到欧洲 很多地方 我曾经呢 我们看下面 我曾经看到的 听到的 但是在西澳 师父没有遇到了 就说明啊 这个 这个西澳的上根深厚 我看到很多人 曾经啊 有时候问我 有时候问悟行法师 我们的教主是释迦摩尼佛 我们应当要念释迦摩尼佛 对不对 那为什么不念释迦摩尼佛 而念阿弥陀佛呢 我常常有遇到这样的事情 甚至于有一些不同的宗教 也是这样的问过 为什么呢 我们看下面 我们当要知道 是我们的教主要我们念阿弥陀佛 而且在阿弥陀经 大家都知道 释迦摩尼佛 连世的四次 都劝导我们念阿弥陀佛 所以我们要遵从老师的教会 来念阿弥陀佛 你看阿弥陀经里面 连续的四次 释迦摩尼佛 在这一部弥陀经 非常的特别 没有人邀请释迦摩尼佛 主动来为我们讲这一部经 而在这一部经 在大众 在这个随称的弟子 四次劝导我们 你要念阿弥陀佛 那为什么释迦摩尼佛 要这样讲 为什么五问之说 因为没有人知道 阿弥陀佛这句名号的功德 不可思议的 唯有佛以佛方能知道 方程知道 所以连续的四次 你想一想 释迦摩尼佛只劝你一次 从来没有超过 两次三次的 但是在这一部经很特别 很怪 连续的四次 告诉你们 你要听话 你要念阿弥陀佛 所以我们看下面 求老师 所以今天我们都是佛的弟子 就是释迦摩尼佛的弟子 一定要依教奉行 照佛所说的话 来念阿弥陀佛 所以不要拐弯末脚 要听话 要老实 有利而武害 所以你看 我们现在的人很多 明明释迦摩尼佛说 这句名号的功德不可思议 但还是拐弯木脚 所以你看 害了释迦摩尼佛 讲了49年 为我们介绍了 八万四千法门 你想一想 如果大家听话 老实 释迦摩尼佛只讲 无量缩金 你头已经过了 就是因为我们的根性不同 我们的姻缘不同 我们的喜气不同 所以释迦摩尼佛 才为我们讲了八万四千法门 才为我们讲了49年 三百亿会 最后才离开这个世界 那将来米勒菩萨 降生到这个人生 他也是一样 没有别的 也是为我们介绍 这句阿弥陀佛名号 你看我们这个时代 会出现一千尊佛 释迦摩尼佛是排第四 米勒菩萨排第五的 那后面的995 将来出现到这个人间 也是为我们介绍 这句阿弥陀佛名号 那我们今天能够遇到了 闻到了这句阿弥陀佛名号 那赶快念 怎么念呢 那才个重要 很多人会念佛 跟不会念佛有区别的 有些人念佛 也心得清净 有些人念佛 也念一三万 我们就是这样的 念佛也三万 你看看你们自己 是不是这个样的 有没有心 有没有清净 没有啊 心有没有 静下 有没有这个散乱 有没有减少 没有 所以会念的人 一记阿弥陀佛 他就得到利益了 不会念阿弥陀佛的 你念了一百万 一万声 你还是一样 所以尊敬的 最统修大德 我们一定要相信 所以呢 不但释迦牟尼佛 在弥陀经 连续的试词 那我们看下面最后的 不但佛教我们 念阿弥陀佛 佛在法华经 你看法华经 大家有没有去留意 还有华眼经 最后一品 宝积经 大积经 我们的净土三经一论 无量无边的大臣经典 无量无边的法 都劝导我们 要念阿弥陀佛 那不仅仅释迦牟尼佛 就是说明什么 十方一切诸佛如来 所以呢 尊敬的最统修大德 我们看下面 既然我们今天念佛了 那就专修念佛法门 就要专念阿弥陀佛 老实听话 又深信佛所说的教会 这个我们必须 一定要知道 那对于念佛的人 我们看下面 为什么 首先一定要 从深信开始呢 刚才已经讲过了 现代这个末法时代 法若磨墙 有许许多多 种种的意愿杂说 往往站着 其他的立场 来看佛法 使人对净土法门 会产生 种种的怀疑 这个就是这个原因 所以 为什么必须要从 深信净土开始 没有深信净土开始 你是没办法的 但是这个问题 还没解决 这个问题还没解决 为什么十方一切诸佛如来 要我们念阿弥陀佛 为什么释迦牟尼佛在这一部经 联系的四次 劝导我们念阿弥陀佛 是什么原因 它的好处在哪里 它最大的好处是什么 对我们末法的时代 对我们末法的众生 有什么大的帮助 为什么要我们念阿弥陀佛 我们道理 我们现在已经明白 释迦牟尼佛以十方一切诸佛如来 要我们念这句阿弥陀佛 但是最大的重要 我们的好处是什么 才能够让我们有很大的深信 对于净土法人 它的好处是什么呢 下个星期再跟大家来分享 因为师父不敢 这个时间讲得太长 最主要的在这个地方 我们一定要认真 要老实 要听话 这个就是我们学佛 修净土法门的秘诀 只要你能够老实听话 最主要下面的就是真干 你真正去做 你真正去修行 你真正去念这句阿弥陀佛名号 那你会对你有很大的帮助 对你有很大的好处 因为佛法只有自己经过自己的修行 才能够感觉到佛法的利益 只要经过自己的修食 才能够获得佛法的无量无边的利益 没有经过自己的修行 你是不会感触到佛法的微妙 这个简单来跟大家说明 我们下个星期都是一样的时间 礼拜六 再来跟大家分享 祝大家六四吉祥 祝大家身体健康 祝大家老实念佛 大家阿弥陀佛 好的 好 好